今天我們為您進水的國際話題 要來看這個月 月初在中國的江西 有一間高等學校 叫做是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有學生在吃飯的時候 吃到了你現在照片當中所看到的 當然我們已經為您特殊處理過了 因為這張照片裡面拍下來的是 吃飯的時候吃到了老鼠頭 而且當時學生說這個異物 甚至看起來還有牙齒 學生說怎麼看就是老鼠頭 那事件一發生之後 本來相關的影片照片被大量轉發 網友一陣撻伐 甚至最後連央視都報導 還起底了製作餐點的 南昌金河餐飲管理公司 連兩年前他們所發生過的老鼠事件 通通都給挖出來 不過不到兩天的時間 學校突然發出了一份聲明闢謠 說這根本不是什麼老鼠頭 這是壓脖子 而且不僅如此 後續還有學生跳出來爆料 說老師試圖要讓學生幫忙帶風向 老師要求學生在相關的話題上面 要幫學校洗白 甚至按讚 結果呢沒有想到 到如今負面的效應是不斷的在擴散 因為呢現在網友開始 在網路上面製作梗圖 包含呢 你現在圖片上看到的 直接把老鼠的頭換成了鴨子的嘴巴 甚至呢還發明了一種新的成語 就像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直屬為鴨 而且還有注釋喔 這個注釋是什麼呢 有意顛倒黑白 因此呢你可以看到 整體的論述是相當的 讓網友不買單 最後呢是一直到6月17號的時候 在江西省的省級單位 最後呢就承認 這其實就是鼠類的頭部 當然呢這故事一來一回 讓德國之聲也評論 這一次的處理 恐怕已經大大的影響了 政府單位的公信力